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当你们蹲厕所的时候 看视频刷直播 卡不卡 慢不慢 有没有出现过 正在用移动网络优化 什么什么的提示 本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个 全屋满信号覆盖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花一分钱 视频可能有点长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后看 我先说效果 这是我家96平米的手绘户型图 全屋网络信号 都是很好的 手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刚才说的那种 正在使用移动网络的提示 也不卡也不慢 非常流畅 就算是蹲厕所 在这个位置 穿过两三堵墙 也能有400多兆BPS的速度 从前阳台走到后阳台 全屋搁哪乱出流 乱窜都不卡 也不会掉线 当然我不玩游戏 我说的是网络直播 很流畅 具体我是怎么做到的 之前不是这样 我直接说解决方案 方法 非常简单 这是客厅 这是主卧 这是次卧 这是卫生间 这是厨房 这是后阳台 这是承重墙 正常情况下 我把主路由 或者路由器 放在这个位置 可实现全屋的覆盖 是没问题的 这些年一直这么用 但是就是厨房 这个位置经常做饭 刷碗 看片 或者看视频 还有厕所 在这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经常出现 慢 卡顿 以及使用移动网络 的提示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那就是两台路由器 这个TV Link路由器 是我自己买的 200左右 HR3000 TV Link的 很常见 很普通 这个路由器 是连通送的 就是带光猫的 那个 也是HR3000 也是WiFi6级别的 也就200左右 这是连通的 这是放在客厅的西侧 这个是TV Link 我自己买的 放在客厅的东侧 那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呢 我想每一家 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路由器 二三百块钱 一二百块钱 最入门级别的 肯定会有 也就是说不用再单花钱 那另外一个呢 接入商肯定会送你一个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花钱 我之前是把这俩 放在同一个位置 把这个连通送的 路由器的信号 给它关掉 我只用我自己买的这个 虽然级别都是一样 都是入门级的 但是自己买的这个 从性能上 还是要好一丢丢的 我曾经考虑 买一个700块钱的 TV Link 6088 一个路由器 实现满屋的信号全覆盖 看到那个尺寸 太大了 就放弃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小的 另外呢 也不用花这个钱 这种网络连接模式 对于全屋覆盖来说 比那种 五六百块钱 七八百块钱 那个中高端路由器要好 因为那种贵的路由器 它主要是 适合于多人 还有2.5G网口 还有Docker什么的 这些一般家用都用不上 咱们家用最常用的 就是看个视频 实现满屋 信号全覆盖就行了 下面说干货了 这个光纤 从这进来接到主路由 主路由有一个5G 有一个2.4G 我手动关掉了2.4G的WiFi 只保留了5G的WiFi 它这个客厅是没问题的 没有什么格打 它往次卧 往北面卧室 穿透的时候 只有一堵承重墙 而且有一个衣柜 衣柜到无所谓 主要是这个承重墙 穿一堵墙 5G信号是没问题的 这有一个沙发 这也有一堵承重墙 这也有一个衣柜 它往南穿透的时候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5G信号WiFi 穿透一堵墙 是没问题的 在这个位置 基本也能实现 五六百兆的BPS 好的时候能到八百多兆 手机用的是小米10 还有iPhone14 都是1200兆的WiFi 6 还有一个华为的Mate 20 也能达到 最好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也能达到 1050几兆的BPS 所以说信号还是没问题的 下面重点来了 这个次路由 这个TV-Link 3010 硬件是V2的版本 还是不错的 200出头的价格 我买了一年了 使用它做无线中继 具体怎么做 各位上网搜一下 也比较简单 就是不同品牌 这是联通 它是中兴的 这是TV-Link的 或者你家还有小米的 或者别的 其实最好做有线中继 不同品牌的做有线中继 但是得拉网线 但是拉网线不好看 我选择的是无线 中间就不能有什么格打 确保信号没问题 所以说放在客厅直线连接 是没问题的 另外还要说一下 它俩如果用有线连接的速度 是快的 比如说是1000 那它俩如果用无线5G Wi-Fi连接 那速度会减半 会到500 所以说有条件最好是有线中继 比无线中继要快得多 但是像我这种情况 就算是无线中继也行了 速度掉一半 也可以接受 其实最好用的是叫有线迈时 但是要求同品牌 比如说两个都是TV-Link 或者两个都是小米 或者两个都是别的 同品牌的路由器才可以组有线迈时 不要组无线迈时 那这个网络计号从这传到这 实际传输速度应该也能达到个几百兆 我家是1000兆的光线 北京联通的 那重点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往厕所往厨房的一个关键了 它往这走有一个承重墙 一个半承重墙 这有一个门 所以说这块信号是没问题的 我在这个点测试 它开始是在这个点走到这个位置 它能到1200兆BPS 信号一个格 但是当我耍视频或者是看直播的时候 这时候手机对网络依赖比较大了 它自动会切换到这个路由器上 信号会变成90%的样子 比如说有五个格 它会变成四个格 然后BPS能到400多兆 从1200兆变成400多兆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直接用这一个主路由到这 你看的时候可能是200兆BPS 信号还可以 但是当你一看视频 或者一看直播 它就会到100多兆 甚至更低 也就是说你看到信号还行 但实际一用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你看上去信号是不行 因为是连着它 但是当你一用的时候 它自动会连它 信号跟速度刷一下就会上去 全自动的 不需要手中修改 因为它俩的WiFi名 甚至信道都是一样的 也可以做到无缝切换 也叫什么802.11KV的协议 现在路由器基本上都有 另外还要说一下 我这两个路由器 它都有一个叫做无线发射功率 默认都是调到最高的 辐射多一些 所以说现在我这俩都给它设置成 中辐射或者说中信号 信号强度不是拉到头的 这样来说更安全一些 它在变换WiFi的时候 也会更灵敏一些 如果它这个信号特别强 你到这它死活不往这变 也挺麻烦的 就分享这么多 希望给各位一个参考 不花一分钱实现满屋信号的 这么一个网络优化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